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一场针对中国农民最后堡垒的无声进攻正悄然展开。 安徽凤阳、江苏南通、湖北鄂州等地方政府近期接连出台政策,鼓励农民放弃世代相传的宅基地进城购买商品房,用五万元的迎头小利换取所谓的城市梦。 这一举措被粉饰为促进城镇化和盘活农村资产,但在众多观察者眼中,这实则是一场赤裸裸的掠夺,意图摧毁农民最后的生存根基。 从韭菜到韭菜根,农民利益在成刀下鱼肉。 安徽凤阳县政府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凤阳上发布的通知,堪称典型。 从2024年6月20日至2024年12月31日,只要农民自愿放弃宅基地并进城购房,就可获得一次性五万元的购房奖励。 乍看之下,这笔钱对许多农村家庭来说并不算小,但细想之下却令人不寒而栗。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韭菜割没了,开始挖韭菜根了,房子现在已经没人接盘了,只能忽悠我们农民了。 这位网友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当前政策的失望和对未来的担忧,让我们农民放弃农村宅基地,这不是要断掉后备的根基吗? 这是让我们农民永无安身立命之所,让我们农民永世为奴。 一位来自江苏的时事评论人对这一政策表示深深的忧虑。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他深知宅基地对农民的重要性,要知道农民的房子是几代人都是血汗建造给自己的家,给五万元补贴收回宅基地,完全是对农民财产权利的不尊重。 这位评论人担心,虽然政策宣称是自愿的,但最终可能演变成不自愿,也得自愿的强制之行,重演过去拆迁中的悲剧。 城市梦想VS农村现实一场注定失败的豪赌。 江苏南通市推出的通失条政策更是将购房补贴提高到了购房款总额的1.5%,并承诺对放弃宅基地的农民给予更大的奖补。 这些看似诱人的条件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位独立评论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政策的危险性,经济一下滑,就想方设法的割基层越来越狠。 因为一家农民的宅基地是几口人甚至十几口人的居住的地方,问题可大了。 你把农民叫到城里来,比如说他在城里买一套房子一万元,现在跌到五千元,他就盗欠银行的账。 房子如果断供了,他以前还可以回农村,现在连农村都回不去了,就是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番话道出了农民进城后可能面临的困境。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一旦城市生活出现问题,失去了宅基地的农民将无处可逃,认为真正的无根之瓶。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政策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共谋的工具。 这位评论人进一步指出,偏僻农村的地不值钱,但郊区农村的地就值钱,五万元把你几百平米的宅基地收了,你觉得不好吗? 然后卖三百万,五百万,甚至一千万亿亩。 变工有制的工有财产,然后再变成权贵们的私产,很多地方政府都这么干的。 这种国进民退的操作,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权,更可能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的加剧。 就是还是害民,房地产市场的困境与农民的未来。 事实上,这种鼓励农民进城购房的政策并非孤立。 据报道,目前中国已有二百多个城市出台了购房补贴的相关政策。 然而,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却令人堪忧。 据澎湃新闻今年四月的报道,不少购房者在网上披露,地方政府承诺的购房补贴迟迟未能兑现,有些甚至从2021年拖欠至今。 这种画饼冲击的做法,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更让人怀疑这些针对农民的新政策是否能够真正兑现。 一位熟悉中国经济状况的评论人,一语道破了这些政策背后的无奈,地方政府为救房地产盯上农民,凸显房地产无救的程度已到了无计可施。 这位专家认为,向本就没有消费能力的农民开刀,这种退还宅基地救房市的做法,最终只会以失败告终。 这场针对农民的围剿,不仅暴露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深层危机,更反映出当前经济政策的短视和盲目。 在追求GDP增长和城镇化率的过程中,农民的根本利益似乎被完全忽视了。 失地农民的悲歌,一个正在成型的社会悲剧。 如果这些政策真的大规模推行,其后果可能远比想象的更为严重。 正如许多网友所担忧的那样,这可能导致大量失地失房农民的出现,他们将在城乡之间陷入困境,既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又失去了返乡的退路。 一位网友的评论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农民被吃干抹净了,干了一辈子没养老金,现在宅基地又被盯上。 另一位网友则预言会出现大量平民窟,返乡还有退路,没有了房子,没有了宅基地,那就变成了流浪汉,无家可归者。 这些担忧并非起人忧天。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大量城中村和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如果更多农民被迫放弃宅基地进城,这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专家们也对此表示深深的忧虑。 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指出,把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市民是很困难的,因为这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来保障他们享受同等的城市居民待遇。 然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地方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 农民被割,从翻身农奴到城市弃民。 面对这场针对农村宅基地的总攻,中国的农民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是坚守祖辈留下的土地,还是冒险追逐城市的梦想? 这个选择不仅关乎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更牵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未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宅基地代表的不仅是一块土地,更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正如那位坚决不愿放弃宅基地的桑先生所说,农村宅基地就是栽水稻的地,以前老祖宗留下来的就是用来种点蔬菜之类,老姨被去世后有安葬的地方。 然而,在快速城镇化和经济转型的大潮下,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政府的政策、市场的诱惑、现代生活的吸引力都在不断侵蚀着农村的根基。 75年前,中国农民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欢欣鼓舞的迎接翻身的到来。 然而,历史的车轮碾过,我们看到的是一幕幕令人心碎的画面。 大约近时期,农民被迫深耕逆植,将口粮上交,最终导致了那场吞噬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土地被集体化,失去了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 改革开放后,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在城市里辛苦打工,却无法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 新世纪以来,征地拆迁的浪潮此起彼伏,无数农民被迫离开世代生活的家园。 如今,最后的堡垒、宅基地也岌岌可危,农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75年过去了,中国农民的命运仿佛一个巨大的讽刺,从翻身农奴到城市庆民,从土地革命的受益者到城镇化的牺牲品。 这是一曲绵延不绝的悲歌,一部看不到尽头的悲剧。 更令人心痛的是,这场悲剧似乎永无止境。 当最后一块宅基地被征收,最后一个农民被赶进城市,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是高昂的房价、激烈的就业竞争、冰冷的城市生活。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要在城市的边缘挣扎求生,成为新时代的城市平民。 75年来,中国农民似乎从未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 他们永远是被牺牲的一群,永远是实现某个伟大目标的定角石。 从工业化到城镇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每一次国家战略的转型都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之上。 如今,这场始于1949年的农民悲剧,正在迎来最后的高潮。 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翻身的真正含义吗? 这就是75年来,中国人滋滋以求的进步吗?